高高的樹上截檳榔 誰先 親一下朋友啊 這高高的樹上怎麼截肉掌呢 好 咖哩 哇 麻 還有皮蛋 這釣在樹上的肉掌 應該叫樹頭肉掌 而且 那如果說樹頭釣肉掌在爬就夠了 如果用田車來煮肉掌就真的太誇張了 而且在台南用煮米來做小吃的東西 也是千百項 到底有什麼肉掌要掛樹頭呢 是肉掌比較好吃 還是那種樹頭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要說一個樹頭肉掌的故事 跟阿龍一起用炙熱大鍋釣起滿室香氣 衝突怪味包容千萬創意 這是一段凝聚家族力量的故事 出發總要有個方向 走 我們到台南去 肉掌一起鍋 比肉掌入味道 回到端午節一樣 很香的掌香味 好吃 對 喂 妳再拜託 妳拿這個湯要放火嗎 沒有啦 我們以前 我們也用這個火掌燙煮肉掌 我們現在都用這個火掌燙煮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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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水質更軟 這樣喔 對 對 這才會太專業了 二姐說 因為我們母掌都是用水沙的 所以水一個好壞的也是這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說到這間肉掌工場 一天就要煮兩千粒 那剛才端午節這個大約 絕對是用蠻來玩的 那要說到他們家現在沒肉掌 沒到開工場的規模 一切公路就要感謝董事的手頭肉掌 這麼小顆的這 二姐 這是要叫一口粽還是叫小肉粽嗎 這都可以 因為現在人都吃得很少 吃得比較親自 妳這是迷你種的料嗎 對 對 妳看也很勞工 妳一顆肉掌吃小顆嗎 我拿一塊這個算肥肉 對 一塊瘦肉 一塊香菇 鹹肉 鹹肉 這就要做長的大小了 對 妳米是可以包多少 妳的也是要適中 妳雙雞也不好吃 雙雞也不好吃 雙雞也不好吃 是把它縮小 麻醉衰小五臟俱全 對 米啦 鋼都不能減少 肉掌這個東西 像說我們經常說過年的氣氛減少 其實過節的氣氛也開始減少 其實以我們台南市來說 我們肉掌上面是差不多我們 我們也差不多一般三餐的主食 對喔 妳台南很奇怪 不然要問說 對 妳台南像米糕 肉掌 都是糯米類的東西 怎麼在台南特別大家喜歡 要吃糯米類的東西 所以台南說煮米骨就是我們台南市 台南叫煮米骨喔 有特別的關係 台南人比較喜歡吃煮米做的東西嗎 對 我覺得主要是習慣最多 我們人有一個習慣性 吃慣食 好吃 好吃就可以了 所以台南人的胃是這樣分得出來的 對 訓練出來的 其實肉掌的由來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現在的人為了方便和怕麻煩 所以變成不會像白肉掌 讓肉掌的文化漸漸消失去 但是大家也知道 肉掌在外國人的感情 算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 就連韓國人也想把肉掌拿去煮菜 變成是他們發明的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要想看看 可以讓這位祖先的地位 在我們手頭消失去 妹妹 你包什麼 包這麼大 你在做什麼東西 種種圓啊 這 這波通掌 對 這種圓耶 對啊 等一下 我拿著迷你種 你看看 差這麼多 這如果一口 這剩一口 這炒飯要換半的飯 有 炒飯要兩碗 兩碗飯喔 這樣會做一個立委種 種立委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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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可以 包種 包種 還有那個總統種 種總統 這要特殊材料 所以這主要就是應付考生 好像一個好彩頭 對 但是 怎麼會做這麼大顆 你做普通的 你叫做種圓種也可以 因為它裡面喔 線多啦 你現在這麼大顆 三顆 三顆喔 所以你這攪不放完 對 這看就像便當嗎 這包一個便當 你這樣包一個便當 你包這個小條的這個 這樣包久了嗎 那不用一分鐘 包這個比較快 包這個比較久 包這個比較久喔 因為它攪比較多 我計時一下喔 預備 我會應對 開始 你 你跟我說這個要一分鐘 你無縱原縱二十秒耶 你包包一包幾年了啦 包十幾年了 這樣包包長愛天分嗎 要喔 也是要喔 嗯 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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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迷你縱 我就會招到十幾顆了 那縱原縱 開始 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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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coordinates 樓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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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 Turk 樓根 樓根 包裝的 太多了 穿衣服呢 穿衣服要帶你進去冷凍庫 你這裡還有冷凍庫 有喔 等一下 冷凍庫是在儲藏食品 你是在包裝嗎 對 要帶著包裝 所以要穿衣服沒辦法拔到 快點 進去包裝 這裡 這裡就是了 這現在看到一桌了 我們包裝 像我們包裝都在裡面包 包裝為什麼在裡面 對 這樣保持東西的新鮮度 這樣要求喔 對 跟一些通路再配合 他們的要求就是這個樣子 這樣啊 是 來… 平常我去很多邊 一度其實還好 還好 其實真的假青 沒有 進來你就知道 這裡的包裝是 對 這間是剩包裝 是 你看 有沒有像韓劇的感覺 好 你好 有在冒煙 這個門是哪裡 這個門就是我們肉掌把他 我們就是放在這裡 冷藏 冷 也是一樣 冷 也是一樣 一般跟通路要求 它是一定要 -20度的溫度 裡面 20度以下 沒有 我們現在目前就因為 一般的溫度 就是 -大概5度 5度 對 所以比這裡多多了 是 喔 有感覺了 這脹油皮皮耶 看它過一個 端午節的寒冬的感覺 對 所以這通路的要求 是要求負5度 對 通路一般是要求 -20度 對 妳是說會通路 是哪裡有的通路 是一般那個 便利上電的溫度 便利上電要求 要負20度 對 便利上電的溫度 對 便利上電的溫度 然後再配送到每個 每個那個 電力店的那個 對 現在外面雖然有太陽 但是冬天乾乾 然後來到這裡 你看 很像冬天 有北海道的感覺 要看 看 看 看這個人 穿成這樣 跟人流來這裡 怎麼辦 快點 妳有這個脂肪在那裡 妳在怕嗎 快點 快點 來比賽 五分鐘別在等 拜拜 我不會去消灯 現在要送過去嗎 對 現在要送到這裡 沒有這幾個沒有 來看看 對 不簡單喔 肉掌還可以上架 跟便利商店的貨架上 可見它的肉掌 有相當好的品質 而且說 30幾年來 從北部的秋頭 團到現在兄弟之間 做會合作 除了保留原廚的口味 創新的口味 也是他們的自勝武器 但是這 皮蛋 木仔魚 三毛魚 還有麻 這包一肉掌 怎麼可以吃 像這個口味 它肉掌的 這個邏輯來想 都很想不夠 對 像我們想到 就是皮蛋 如果包在肉掌裡面 吃起來什麼口味 你怎麼吃過 就是現在的原廚 放下去之後 我們還要來吃湯 我是很懷疑 對 弟弟你們做完 十幾年來 我們再試過其他 比較特別的口味 其實我都試了很多 現在也是一些東西 都 像藝人肉湯 我怎麼做過 有新產品的出來 也是做一些果子上面 炒在那裡 所以你們 在試鹹的時候 都你們三個在試 大概都 這幾年都是我在原話 比較 你喔 你不要做 做的肉掌做做 煮一煮吃吃 就 就 應該是 應該是 所以你們試過 肥所思的東西 吃到處理 好 很少 我這道 我很有名 這道皮蛋薄的肉掌 裡面 不能吃 怎麼餓 什麼口感 像你們四個兄弟姊妹做這個 有時候因為譬如說 開發的東西 或是公司的業務 會有一些不爽快的玩家 也是常常的 是誰跟誰比較好玩 現在算是應該我跟弟弟吧 你們兩個 像我也覺得這樣比較好 不過他也覺得這樣也不太好 譬如說 弟弟你比較堅持的保護是什麼 因為我本身在美商開國 所以我會比較新的 也會比較傳統 對嗎 比較保守 人家說水汁比較慢 有時候也是會消化 為了買更好 衝突總是難免的 就清楚這讓人想不到的材料 包在肉粽裡面 看起來是很衝突的口味 但是煮味如何 對 吃下去就知道 現在我們面前的這裡 都是要試吃的 對 我們就是 我們創立的一些粽子 大姐 大姐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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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姐要來吃肉粽 真的嗎 來 歡迎 我們今天剛好有試做 九種的口味的肉粽 真的嗎 一起過來品嘗 你怎麼實在 我們伯伯都做小事店 大姐 妳好 今天要試吃 幾種很恐怖的肉粽 你做吃的 基本上味覺應該會比較靈敏 來 給二姐一些意見 對 要說幾句 不能說幾句 我別哭 我還說幾句 這樣 我現在看這個 有一種東西 子佑子 可惜 那些動作二過去 這隻 這隻 是 子佑子 噔噔噔噔噔 吐我媽媽 CM的 CM的 你怎麼拿到肉粽裡面有什麼 第一道看 這是很大的挑戰 還滿… 還滿適合的 阿偉你都自己 阿偉跟他吃一口 會怕嗎 我今天是煮的頭真的很好 但是 會把那個百貓 百貓分身那種的味道 會改過 我來吃一口 我比較不敢吃的 無辣魚 二姐 你覺得我為什麼不敢吃無辣魚 他有頭 還有他 因為無辣魚頭小了 你每次來頭盤來吃 這樣很奇怪 我整隻魚頭吃 我覺得說 我把牠的肉粽 把牠的水氣 把牠的麵都吃掉 我就覺得怪怪的你知道嗎 我給你看看 牠是白色的 其實 無辣魚 我給牠破例 吃一口無辣魚 我 有海上的湯 海上的媽咪 這不錯… 阿偉在哪裡 改變一種 對肉粽的那種 那種特伴的印象 我覺得這一定很成功 這不要說我們是老王 賣瓜自賣自誇 連店來吃中午的客戶 對我們今天的創意肉粽 也是贊不絕口 不知道老闆媽是什麼感想 而且我也很想要知道 為什麼當初在牠頭掛肉粽 這啦 這皮蛋 聽到我就要怕死了 我都不知道 不會啦 這皮蛋又要死了 我一牠是覺得不錯啦 但是牠頭皮蛋 什麼肉粽裡面很怕人 不會啦 多香 夠香 你自己家也說香 好啊 真的 我剛聽大姐說 你們牠頭肉粽 以前說甘馬店 對 那皮甘馬店做到米肉粽 對 我以前喔 皮甘馬店做得很大 差不多幾年前 我們這附近喔 起床喔 很多工人 都是那個高雄來的 對 都帶了一條大 對 來... 嘴巴就來看雞水了 來... 吃米油 喔 到阿波 我都要養死 你... 你們家都沒人家賣米耶 啊我是說 啊不然我 白瓜肉粽 來給你們吃飯的 啊 啊我的頭髮 一張柱子 夠大柱子 啊現在我就 白瓜粽 白柱子 就把他們釣給他們柱子 對 啊現在他們如果 把柱子 就在裡面 一粒兩粒 買一隻 我就跟 很多都釣給他們柱子 柱子 柱子很大嘛 如果要買自己套 自己扶錢這樣 就九頭肉粽 九頭肉粽 如果不是有過 這麼一次偶然的機會 可能楊嫂他們家的雜貨店 現在應該會被便利商店所取代了 機會不是常有 但就算把握住了 也要能突破自我 就像傳統的肉粽 加個新滋味進來 也會有一片新的天空